港南為夢想 獨闖少林 救了薑 少林和武當 可以說是武漢的泰山北斗 好像28歲的黃潘潘 發號恆衰 就打了少林 平時除了捏手指的力度之外 做指上壓 除了訓練之外 還有捏手指堅硬度 找泥土泥沙 沙石的地方 拖殼那段時間 要受很多皮肉之苦 習慣了之後 手指神經的細胞死了之後 沒什麼感覺 他這麽練法 就是鐵沙獎 不過 不是鐵掌水上飄的裘千印 是少林絕技 小時候 再受到李連健和李少龍的影響 一心想學武 加上對宗教有濃厚的興趣 8歲的時候 已經想到少林子修憤 中學畢業之後 他更加下決心上身 直到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感覺到 人生時間很短 有很多事情 如果不做的話 到自己老了 生命結束了一刻 自己一定會很後悔 周星馳的一句對白 更加推動沙瀟 突出勇敢的一步 做人如果沒有夢想 做著沙瀟有什麼分跌 於是他留下家書 李家出走 想鬆身 當他們一聽到我是來自香港 香港人這個身份 他們的瞬間都已經覺得很震驚 致遠一年學費和生活費 就要8千元人民幣 所以當時錢不多 只有一份的誠意 我身上沒有什麼錢 但我帶了一把刀 我說 如果你們不信我 我可以直接拿一把刀 一刀一刀割開自己皮膚 讓自己一滴一滴流出來 這份決心 令致遠收了它 本心以為夢想達成 不過 原來一切 只是失望的開始 面對冰天雪地的夜晚 不等黑火的寺院 這一刻恆雪的心 開始動搖 我整個跪了 在這裏 那瞬間很想 就想在山崖跳下去 自殺死罪算數 因為我不敢回香港 因為如果被自己的親戚朋友知道了 那時又聲大大 天下無敵 現在被他們見到我這樣 害怕得爛了那種神態 那種醜態 我沒有尊嚴面對他們 幸好他最後都適應了寺院的生活 每天四點鐘起床練功 九點鐘睡 而父母最後也都支持恆帥 讓他繼續留下 修行七年 目標初步已經達成 下個夢想 就是和幾個母爭朋友拍動作片 所以一年前落山快香港 找星爺幫手 雖然沒有具體方案 現在都是靠送風梅津為生 不過他心裏面那團火 仍然燃燒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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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請